《樂天女孩》啦啦隊在3月宣布 南韓啦啦隊女神李多慧將監視加入樂天的隊伍 瞬間引發網友暴動 紛紛在網上討論起這件事 4月14日預計是她第一場演出 讓不少台灣粉絲相當期待 日前李多慧也在個人經營的YT頻道和粉絲玩起Q&A問答 說回應來台加入樂天女孩的經過 還揭露了自己其實十分想要結婚 並透露三個擇偶條件 李多慧表示自己並不看重對方的年紀和臉蛋 最在意的還是男生的內心 所以希望對方個性像胡珀一樣冷靜 並且可以接受她的個性 而且也要聊得來也要和得來的男生 最重要的是要是一個會顧家的男人 同時也透露未來希望可以生五個小孩或是五個以上 天女一出也讓不少網友搶著報名 希望能成為女神的另一半 也再度與網上一起熱議 或搶每個小孩的女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